大家好,今天用这两块鸡胸肉做一个好吃的 首先把鸡胸肉片成片,厚度大约1厘米 再准备一个鸡蛋,打入鸡肉中 然后加入料酒,盐,白胡椒粉 用你干净的小手,抓拌均匀 最后加入2-3勺淀粉,再次抓拌均匀 这样吃起来鸡肉更鲜嫩 接下来大碗中调个料汁,加入生抽,少许老抽上色 蚝油,鸡汁,盐,一勺白糖提鲜 最后加入清水,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然后准备一把蟹胃菇,淘洗干净 再准备一些海带结,清洗干净 然后放一边备用 接下来平底锅里多加一点油 开中小火,放入鸡肉片 大约2分钟 底部已经煎黄了,逐个翻面 然后再把另一面也煎黄 像这样,两面金黄就可以捞出控油了 砂锅中先把葱姜蒜末爆香 爆香后下入洗好的蟹胃菇,炒至软 再把海带结加进来,调好的料汁也倒进来 盖上盖子,大火烧开 烧开后把鸡肉倒进来,盖上盖子 开大火焖5分钟左右 出锅前倒入水淀粉 勾芡 再加点青红辣椒圈 就完成了 鸡胸肉这样做鲜嫩营养 多汁,孩子最喜欢 不油炸更健康 不水煮更有味 加入海带,汤汁更鲜美 这样做太下饭了 有丰富的蛋白质 有菌类 超级营养 天冷的时候来上一锅 美呆了,我是阿胖 谢谢观看